今天我的微信朋友圈里 好多人在转发 请记住他的笑脸 他们说的是 刚刚高度可信 应该是被斩首了的 被ISIS绑架的 第二名日本人质 后腾剑二 前一个被斩首的是 汤川摇菜 这俩现在应该都是没命了 但是为什么 人们对后腾剑二 有特别的歌颂 后来我一看 这个人还跟我同岁 1967年生的 而他是个什么人物 我觉得圣经里有一种人 叫做义人 咱们中国古代 也有一种说法叫义士 我曾经以为这种人 到今天这个年代 恐怕只是存在在古书里了吧 但是没想到 竟然还真有这样的人 这个剑二啊 他在联合国难民署工作过 然后呢 他是记者 可是他是独立记者 他是独立媒体 他自己掏钱拍纪录片 他到哪拍呢 他就专门到全球啊 发生战争的那些个国家 他拍什么呢 他最多的去非洲 去中东 他拍的不是战争 谁赢谁输 不是对立的双方啊 谁对谁错 他拍的是这种战火下的 老百姓的生活 特别镜头关注的是孩子 甚至是儿童兵 那一个人有一个故事 姚菜跑那去 他是干什么 这个姚菜啊 他认为自己是 过去中国有一个女间谍啊 叫做审判了一个女间谍啊 叫做川岛方子 抗日战争的时候嘛 这个汤川姚菜认为 他是川岛方子的转世 甚至于他曾经自攻 自攻完了之后 又用女人的名字去生活 所以起名字叫姚菜 所以你从这儿看 你就觉得 这个人是有点奇葩的 可是剑二 后腾剑二不一样 后腾剑二是在采访当中啊 碰见了这个汤川姚菜 他呀 听说汤川姚菜失踪了 他明知道那个地方有危险啊 他是去救人的 他是去救他的 甚至在进入叙利亚之前 他自己留下了这个遗言的呀 这个后腾剑二就说呀 如果我有任何意外 请不要怪罪叙利亚的人民 他们在战争当中 已经饱经不幸 已经很惨了 你说这个后腾剑二 他是为了什么 我觉得反正在中国 我身边呢 看到这样的人 还不是特别多 可是我觉得在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当中啊 其实有一些是这样的人 你像我曾经去澳门呢 参加过一个当地 一个有钱人家的富二代的婚礼 一对年轻人 他们结婚 哎呦那个婚礼上我觉得那家伙人家这个生活真是够富裕的 可是你知道我第二次见到这对小夫妻在哪啊 在云南大理 是大理还靠远处的那么一个小农村里 这对小夫妻因为我看到他们这个是富二代啊 可是你知道他们住在哪啊 他们就住在一个这个农民那个地头上啊 他就在那个地上 庄家地里住着 就在庄家地旁边 他们自己搭了一个棚子 又炒那个窝棚 哎呦那个蚊子一摇摇起那个包啊 有大拇指那么大 那个蚊子 他住在那个一个一个窝棚里 呃老公呢是音乐家 他就在这个窝棚里啊每天这个作曲 他太太干什么呢 义务教这个村里的孩子啊 学英文 那他们靠什么生活呢 他们就一年一年的这么住啊 靠什么生活啊 就是村里的这个村民感谢他呀 感谢他就给他们送米呀 送水呀 哎他们就这样活着 整天他的太太啊 就带这个村里的孩子这么玩 这就是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 他们就喜欢这样过 哎你说 而且讲起来的时候啊 讲起蚊子怎么咬他们呢 他很好笑 而且老公在那弹琴 就说你看我在这新做的这个曲啊 我弹给你们听 哎 我觉得过去我只有见到 就说孔子夸他的一个学生 孔子72闲人 就是他他那么多弟子 也不都是这样的 你像这个子贡就是很有钱 外交家 但是像这个 他的一个学生叫颜回 孔子就老夸这个颜回 说这个颜回啊 一旦时日一瓢饮 回也不改其乐 就说过的那个日子 那简直是比粗茶淡饭都不如 基本上跟非洲难民差不多了 但是回也不改其乐 就说这颜回啊 照样他乐呵呵的 他有这个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样的人只有古书里才有 可是你看 今天的一些年轻人 我见到他们明明是富二代 他就是选择过这样的日子 这是不是真的是心理学家所说的那种 自我实现 觉得为了一个什么使命 或者他其实是他们羡慕一种生活 就是这种啊 好像很贫苦 但是觉得自己做的事情特别有意义 后腾剑二 他的死 有没有意义 日本很多人呢 这个 还骂他 说你竟跟国家添麻烦 哎 这方面也真是日本的某种文化 就是说 他有一种集体主义文化 汤川瑶菜和后腾剑二的家人呢 都是忙不迭的给日本国民道歉 就自己的儿子都被杀了 还在说呢 哎 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对不起给国家添麻烦了 你知道我听过 我甚至听说了 就说 连日本的妓女 她给嫖客服务完了 她都来 您辛苦了 都来这个 他们的这么一种 民族的文化 这么一种 好像就说耻感的文化 这是日本人的一种精神 但是 光是这个理由 解释不了 后腾剑 后腾剑二的故事 这个后腾剑二 他得到了更多人的同情 乃至于呢 这个世界上 现在有人 这个发起一个运动 因为前段时间 不是都有那个 我是查理 我是查理嘛 现在有人这个签名 就叫 我是剑二 我是剑二 可惜 我惭愧的反省了一下我自己 我觉得 我没脸说 我是剑二 我只能说 我是犬如 但是因为有了剑二 让天天斗温涛可以有一段传奇给大家聊一聊 我会见到我 我会见到你 你都看见到你 我会见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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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感谢观看